没起来啦 今天要跟猴鼠宝宝分享一下我的空瓶清单 从第一个空瓶分享 这个就是Stratix 那我用了它大概半年的时间吧 我是用来刷身体的 因为我背部比较多痘痘 所以一直吃过宗的产品 直到我发现它 也有很多人介绍它 觉得很好用 那其实这个品牌有两款 一个是绿色 绿色那一个是 那个强度没有那么高的 那红色这个呢是强度比较高一点 它是含有2%的水阳酸 那可以用来针对清痘痘啊 正经的作用 所以我就用了它来刷身体 还觉得蛮好用的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 试试 知生糖的D-Program型变奶 这个已经回锅过母素边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 换过洗脸的产品 一直就是用它 因为有一段时间呢 我的皮肤就非常的敏感 然后发现用了很多的产品 都一直有过敏的情况 直到我用了它之后 哎 发现真的哇 很好用 而且皮肤洗完之后也不会觉得很干 也不会有绷紧的感觉 而且特别的干净 它挤一点点出来 那个泡泡已经非常的浓密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就已经不能再换其他的产品了 真心推荐 下一个空瓶 Lameda海兰芝蜜的修复精华 我觉得它的那个修复的棕 真的特别特别强 而且最近是已经换季了嘛 我皮肤也是有一点点的过敏 有一些泛红 然后有一点点的那种 就是敏感的症状 然后我用上它之后呢 坚持大概用了 基本上每天晚上 用了一个多礼拜 它那个敏感的地方呢 完全就烧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它那个修复棕 特别强 很厉害 下一个 Bezins Facial Oil E的精华油 那它是一个新加坡的品牌 是我有一次在台湾旅行发现它的 我觉得非常好用 每天晚上我都会涂一点点 在我的脸上 是用完那个精华液之后 就涂一点点 第二天你会发现你的皮肤 特别有光泽 而且特别软 像鸡蛋锅的壳一样的那种感觉 很厚很饱满 它的那个成分 有高浓度的绿茶精华 它那种质地也不会觉得很油 很快就吸收下去那种 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分子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它性价比很高哦 一点都不贵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 下一个 Yipsa的黏土面膜 这一款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哦 而且我自己呢 是特别喜欢Yipsa家的产品 那这一款也是我其中一款非常爱用的 我一周大概用两次左右 用来清洁我的皮肤 那除了经常要补水之外呢 我觉得做生成的一个清洁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我就用它来呃 就是做一下那个我T区的一个呃 毛孔的清洁 因为这个鼻子跟那个呃 下巴这个位置T区会比较多油一点 所以呢要经常可能稍微做一下T区的清洁 那这个呢里面的分子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因为它那个颗粒是很小 也不会很伤害到你的皮肤 就轻轻抹一下那个鼻子跟下巴这些部分 就可以有一个生成的清洁的一个作用 非常好 大概用15分钟就好了 另外一个空瓶也是YPSA家的流津水 已经给我用的光光的 这个也是非常的好用 有一口敏感激肤的人 这个很帮助到你的皮肤 那这个呢我会有两个的用法 第一就是当作是爽肤水这样子 第一步的去拆在你的脸 做一下补水 然后再用你的精华液什么的 第二呢你也可以当作是湿肤 湿肤效果也是特别好 又其实是在你敏感的时候 或是你的皮肤比较泛红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特别好 下一个空瓶都是YPSA的 他们家的东西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真的是超级粉丝 这个是一个防晒 脸上的防晒 有50度的 那防晒呢 我是特别不喜欢那种 有一层就特别干 然后你怎么上窗 都好像会有一层东西在卡装什么的 那这个就完全不会特别水润 而且它那个防晒的那个度数很高 有50度 所以我就已经也是用了好几年了 非常好用 下一个是书型地带的精彩水 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高端品牌 那我也是在小红书边 网上发现它的 很多人都说它非常的好用 可以打造水光肌 那这个已经用了第二瓶 我发现还真的蛮好用的 我是用那个助养仪 倒在那个助养仪里面来使用的 那这两个的搭配呢 我真的觉得效果很好 就可以把那个份子更容易 导入到你的那个皮肤里面 因为它喷出来的那个份子更细一点 所以呢很容易就可以吸收到你的皮肤的底层 那平时可能你用手拍 或者是用棉片擦一擦 那那种效果可能没有这个明前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再加上这个助养力的原因 更容易可以把这个精彩水 导入到我的皮肤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再见